我们现在用我们的新设备FC200 演示一下宝马6HP变速箱电脑的诊断识别和数据课容 那我们先选择宝马 出来之后车系很多车系 那如果说你不知道你目前模块属于哪个车系的话 你可以直接输入6HP在这里搜索就可以了 点击搜索 搜索之后呢出了很多的型号 我们只需要看ECU这里 它会显示你的芯片6HP TCE766的芯片 我们点击就可以了 由于这个变速箱电脑只能在平台上操作 车上OBD是操作不了的 我们这个选项呢 只有平台这个选项 我们点击平台即可 点击平台之后进来一个界面 那左边是极限图 右边是功能 我们双击一下极限图 就可以出来详细的极限图 一共要接到6根线 看低看高 2根电源加2根地线 我们之前已经将接线 接好了 接线很简单 只需要对颜色即可了 加针角与插头相连接即可 好了 我们现在擦掉这个接线图 右边的功能一共有四个功能 第一个是接线图 下面三个是主要功能 一个是识别诊断 下面两个是备份数据和恢复数据 备份数据和恢复数据加起来 是一个功能 就是我们通通说的客龙功能 我们从原车的 编输家电脑中 获取到数据 写入到我们要猜测的电脑中去 就可以了 这个是客龙 客龙里面的配置文件 各种信息 特交号 ISM码之类的 然后你客龙之后的模块呢 装车即可通讯 可以正常找车 不需要做什么再线编程呢 匹配啊 同步之类的 那我们先点击识别 点击识别的前提是你的接线是完全正确的 好的 已经识别出来 它的车架号 那说明我们这个模块呢 是可通讯的模块 而且我们的接线是完全正确的 那为下面的客龙数据和读写数据做了铺垫 我们点击备份数据 在操作的时候 如果说你不确定你的接线和模块是否是正常的话 你最好先用识别一下这个功能 它可以帮助你去确定你的模块是否通讯 你的接线是否正常 好的 开始已经读取里面的数据了 先读取P-Flash的数据 一共有12个区域 读取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已经到了30%的左右 只要我们的模块识别成功之后 你接下来就不要动它的接线和连接了 因为识别成功 说明你的接线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你设备是连接正常的 你不要动它 如果说你在操作的时候动了什么接线 动了什么模块的话 很有可能你这个数据是读不出来 或者是更有甚者你的模块会导致不通讯 数据已经夺取成功 它会弹出了一个界面 让我们保存这个数据 你可以保存在你熟悉的目录 那我现在选择F盘 我点击保存即可 好了这个就是保存数据已经成功 已经读取到里面所有的数据了 那我们克隆的话点击恢复数据即可 比方说我现在已经接上了我们的二手猜测键 我们点击恢复数据 它会提示你数据已经是否备份 因为刚才已经备份了 我们点击是即可 好我们加载我们刚才克隆的远处数据点击打开 好现在重新开始连接这个模块 现在开始往里面写D-Flash的数据 跟读数据呢是相反的 读数据先读P-Flash 再读D-Flash 那写数据呢先写D-Flash 再写P-Flash P-Flash呢已经写到第十个区域了 已经到达了15%的百分比 我们只需要耐心等待 差不多两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很很危险的一点是什么呢 如果说你这个时候在写的过程中 将接线拔掉或者是突然断电 如果说家里突然停电的话 你这个写的时候 终止的话 那你很有可能这个模块会怎么样 会导致不通讯 因为你的数据没写进去 没写进去呢 那可能会导致芯片损坏 或者是加密的情况 这个就很麻烦了 那所以说写数据要比读数据还要那个谨慎一点 写的时候要保证你的接线呢 保证你的电源电压稳定就可以了 好的数据已经写到70%了 再稍微等一下 克隆的话就是将原车模块里面的所有数据 包括配置文件呢 一些车交号 一些ISN码全部读出来 写到我们要换的拆车件里面去 你写到拆车件里面去呢 就不需要去做编程 去做同步 去做占线了 因为你的数据已经包含了所有的配置文件 你装车 直接可以走车 直接啊 可以启动了 这个就是克隆的好处 好了 它提示恢复数据成功 那整个操作呢 整个我们的宝马6HP的变双电脑的操作 诊断识别和扣龙数据已经全部演示完成 大家可以按照方法 如果有这个模块操作的话 可以按照我的方法去操作